好 从富二代变成富二代 很辛苦的人生 到了二十五岁有一个转类点 你觉得你解脱了 理由竟然是因为爸爸走了 对 因为那时候我懂事了 就是我知道有抛弃继承 这一个法律的权益可以保障我 对 所以我当下就是 这个就是很现实 就是当下真的是有一种 觉得我人生终于可以 重新开始的感觉 过你自己的生活 对 所以我就是 我还是为了他借了一笔钱 因为当时就是 其实还是没有多余的钱 我就是借了我人生第一笔信贷 以前都用现金卡 信用卡 直到我爸爸就是 要办伤账的时候 没有这个伤账费 我同事还跟我讲说 你可以借信贷这样 那我那也是我人生第一笔信贷 就借了信贷 然后帮他就是办好后事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所有的卡 我都剪掉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重新开始 那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的 我的另一半就是也 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交往的对象 那他也都知道我的过去的这一段这样子 所以当下我们就是 就是接下来的日子 其实我就都不管钱了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包含后面结婚生小孩 就是我是完全都没有任何金融卡 什么卡都没有 对没有 对就全部都交给我老公管 因为我觉得金钱的压力对我来说 就是压力太大 因为我过去也曾经 因为没有安全感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提醒我说 女生不可以这样 对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 他有陪我走过那个走出忧郁症的日子 就是他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对 对 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害怕 对 所以他这样说在解决你的焦虑 你已经不想再处理钱的问题了 而且因为我们后来有创业 就是我们后来创业的时候就是 反正就是等于他就是当老板嘛 所以就是全部都交给他这样子 对 好 但是很奇怪 你明明抛弃你爸爸这个 抛弃继承了 你又莫名其妙负债五千万 什么回事 这个 这个是就是我在 我已经结婚怀了老二 就是老二大概要出生的前两个月 我跟我老公 因为我们后来从事的保险业 就是直接就收到了那个 法院的执行扣行的通知 对 那我有去追查为什么 结果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爸爸是 这一个企业贷款的债务的债 债务人 但是我抛弃继承应该没有我的事了 可是保人是我妈妈 那保人走了 我是保人的继承人嘛 但当时我未成年 所以我没有抛弃继承 于是就是到我身上 那个时候本金三千七百多万 滚到我知道的时候 其实已经五千多万 天啊 对 所以这一次我就没有这么笨 我就是想办法 从法律去 那因为请律师就是比较贵 我那个时候有小孩 我花不下去 然后 所以基本上让律师多讲一点 我们多赚一点 对对对 等一下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那个债权的金额很大 就是你要付的那个诉讼费 财判费 那个是有比例的 百分之一点一 对那反正我不会算啊 就是好 就是要很多钱 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不知道能不能打赢 所以后来我就是自己想办法写诉状 就是去翻那个法条 对想办法去申诉那个意义 然后后来就是想尽办法 花了四年多的时间 把这个官司打赢 对 你自己写 写到打赢 写诉状 然后就是我也有贵人 就是有贵人帮助我 就后来我是走检疫庭 我才花两千多块 裁判费就把他打赢 所以律师有说收的贵了 这样也可以打赢 可是因为律师很专业 有啊有专业 律师有专业 有很多种帮忙的方法 因为我如果找律师 我可能会节省 这个四年的时间 马律师 那像这种负债只还 现在法律上 目前这样的情况有改善 现在已经没有修正过 修法过以后呢 就完全是以法定 用限定继承的方式 限定继承就是 有继承财产再还 没有继承就是没有 没有抛去就是没有就对了 那我要我继承五十万 他债五千万可能吗 那就是用五千 譬如说有债务人 五千万的人来跟你要 说我只有继承五十 我就拿五十万出去 就是拿到的东西 继承多少可以还多少 再吐出去 但是有一个条文 它是要求你们 如果是限定继承的话 要把财产清测写好 那至于一般的民间债务 可能我们就写清测的时候 要公告说有我爸爸 有欠我爸爸的这个 我爸爸欠的人赶快来登记 向我来登记 一段时间内 如果你不来 我去按照这个内容去分配 配完就跟我没关系了 所以你要去做这个动作 我们真的要多一点法律知识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通常家人走的时候 那三个月 很多人都还在悲伤 没有空想 没有心思想这些东西 可是我觉得悲伤 悲伤的事情当然可以做 但是一定要请专家 去把这些财产 就我刚刚提到弄出来 初步算一下 心里面其实有个底 爸爸财务状况怎么样 其实有一些迹象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好 那你解决完 这个债务之后 跟你的先生其实两个 应该觉得很坦然 很踏实地好好生活 对 但没有想到 那时候又发生了意外的 暴风雨 发生就是 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后来我们就是过了几年 都还蛮 蛮顺利的生活说实在 因为我就是熬过那个 被扣薪嘛 然后把债务抛掉 然后我们也生了两个小孩 其实这一段时间就是 我们就是很专心地 在冲刺我们的事业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自己也就是开始练习 就是觉得说 就是以前都是老公在管钱嘛 我就开始想要练习说 那我来执行一下家里的那个财务 就是我跟他讲说 那财务长换人做做看 其实我觉得很多夫妻的财务 都是不清楚的 互相不了解的 那当初因为我钱全部给他管嘛 等到我自己要接手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 想办法去记录生活的支出 那这个是有一天 就是我跟他讲说 我今天午餐才花三十块 你省一点 然后他就说我没花钱 你才省一点 就是我们两个就有一起在 对对对我们就PK 所以其实 一起奋斗的感觉蛮好的 对我们就是一起奋斗 结果他当年的九月份 他就是跟我同事出海钓鱼 然后就是发生了意外 可是这个意外不是说 船翻了或什么不是 他就是那天只是风浪比较大 他们回程的时候 他就是讲说他有点 就是有点累还什么的 他回去休息一下 去船舱休息这样 那结果在靠岸前的三五分钟 我同事去叫他 他就是很像睡着 就没有呼吸心跳 对所以就是就直接 这就是我可能就是人生的 算第三个考验 就是既加到中落 又继承载务之后 就是我的老公就是走掉这样子 就出海 在你根本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 没有想到 因为我同事打电话来就是 要跟我讲 要跟我讲 他后来解剖在咽了以后是 因为他的呕吐物 哽到呼吸道 怨传的关系 对就是可能真的风浪比较大 对 那可是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我 男生好无常 我还是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当时如果真的钱 都还是在他身上 或者是说他不是直接走掉的话 其实我 我的人生可能又有另外的考验 对我就是只能往好的方向想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 都是在保险业嘛 所以其实我的工作就是一直都在 陪客户处理生老病死的事情 对然后包含 因为我后来自己抛掉了债务 我对于理财这件事情 然后我的保险专业 我的债务管理这些事情 我本来就都一直有在摸索 所以说实在的 情绪以外 我有一个冷静除世的能力 就像刚刚律师讲的 就是发生事情之后 我知道应该要做什么 所以我其实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让小孩恢复正常的生活 对 所以明明之中 你说你一月份开始 关心理财事情 九月份就出世了 好 那你现在变成家里的 主要的财务大臣 你做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买房子 对 不会怕说多了一个 有房贷压力吗 我因为我一月开始接手 所以我知道我们的收入 够缴房贷 因为其实我觉得买房子 头款真的很难 但是后面要缴那个二三十年 我觉得更难 就是你要确定 你有那样子的收入 对 持续性的收入 所以那因为他走的时候 有保险金嘛 然后我自己经手那么多的客户 我很清楚 钱放在自己身边最危险 就是很快会不见 所以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就是我大概三个礼拜 就看了非常多房子 我下了两次斡旋 然后我就赶快决定 就是要让小孩安定下来 最主要是因为要那个安全感 就是把保险金一部分 拿去当头款 然后接下来我的房贷 是大概三十年 我贷了九百四十五万 其实蛮高的 然后我当时的利率 就是换算起来 我一个月要还三万五 那之所以不怕担这个债 我觉得是因为真的欠银行不用怕 对 经验谈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因为其实好的债务 是可以让你跟银行打交道 培养信用的 对 然后我 而且说实在的 你有房子 你在银行的眼中 你才算是个咖 对 因为我过去那个 在被扣薪的日子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信用都有问题 我根本信用卡都没有办法 我不是说我自己剪掉他们吗 后来我要申请 都没办法申请了 对 我后来又再花了很长的时间 用我工作上面的收入 再去申请的时候 我第一张信用卡 银行新转户 它才合给我三万块 后来想办法就是一直刷 一直还 一直刷 一直还 所以我的卡费其实很高 因为我就是要重新 再把这个东西抢回来 对 然后直到 就是后来变三万五万八万 直到我有房子 他就现在都可以给我三万 三十万五十万 所以这种就是银行 本来就是锦上添花 说实在的 所以我觉得不用怕欠银行钱 OK 好 这么多年的血类的这个 处理债务的经验 你给大家三个还债的原材 对 就是我这一次的这本书里面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带大家 从我的故事当中 去了解你的生活 对于你的财务跟债务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跟处理 对 那这是我简单 就是简单带大家看的 债务处理的原则 第一个是你一定要先把高的利率 变低的利率 你要想办法从低的利率 去把钱转出来 去把高的先还掉 然后你有家里有房子 可以借人就是从低的去 去把房贷 去来取代信贷的这个利率 因为这个利差很大 差很多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 第二个就是债务的比数 要从多变少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我欠很多家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中级 对 真的 你也很有感 面对不完 你每天进负不完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会影响 你的工作跟生活 心情也不好 你的情绪 对对对 确实 所以我觉得把多变少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不要每次三号五号十号 都在还钱 对 能够越少加越好 你要去把它集中做整理 那其实这个就是债务整合的概念 那第三个就是清偿的顺序 我会认为你欠一些比较小笔的 你要先赶快把它还掉 一方面这个就是多变少的概念 另外一方面呢 通常你欠比较小笔的钱 它利率都比较高 比方说现在有的人 他连摩托车跟手机都拿去借钱 这一集应该要叫碰个看一下 三个原者 我在书里面有教大家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要有 有一些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像我过去就是我没有概念 所以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照银行的规则 那除了有这个概念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如果用这些方法 让自己有喘口气的空间的时候 你不要让自己这个休息太久 就是比方说我月附近 已经降了五千 降了一万 你其实你要知道 你有这个能力 你应该要赶快再提早还 因为这样你的人生才不会被债务 就是时间都拖掉 赶快再努力打拼 赶快还钱 要赶快恢复正常 比数变少 这高利率的先把它砍掉 然后这个就可以从康债人生 迈向财务自由了 你为了还债 你的人生要付上多大的代价